标准体重 我希望能够算出标准体重 那方法当然我有我刚刚讲的几种 第一个就是用公式的方式来做 公式的话就是利用他的身高平方 身高的平方乘上22除1万 另外的话会多一个判断式 就是说如果他的性别是男生 就是再把刚刚的公式乘上的话1.1 也就是多百分之10 如果是女生的话再乘上1.05 就是多百分之5 因为标准体重的话 男生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 因为一般男生当然体重会稍微多一点合理 女生的话是多百分之5 一个百分之10一个百分之5 所以如果今天我需要把这个公式给做出来的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希望四舍五路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如果说你会需要到小数点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我们如果按照之前的方法 你可以当然第一个先把什么 就是公式先完成 身高的平方 那平方的话记得是shift加上6 平方 乘上22 再除以1万 OK 第一个就是如果一般性的公式出来 但是如果说第一个当然你要判 这个做出来之后 你要判断男女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公式来剪下来 再插入函数一次 利用那个逻辑函数里面的那个一幅 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性别是男或女 那我们这地方用女生 用女好了 来 比如说我今天呢 判断假如说女生的话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刚刚的东西 在乘上什么呢 乘上就是1.05 那我就把这个公式先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乘上1.05 然后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再把它取到小数点的 现在这个时候小数点已经到第三位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能够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我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函数叫run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习惯是直接用 直接打上去run的 移到最后面 按end键 逗点 第一个 这个时候把它刮糊起来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那个 刚刚的那个小数点 自动呢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OK 那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Ctrl-C 反之的话呢 把它贴到下面来 下面的话呢 就是1.05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也就是女生跟男生的算法不同 OK 好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向下填满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可以 有 它的标准 男女 是不同 然后会有这样的结果出来 可是呢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样一个公式 如果每一次你都要再做一次的话 那你的工作呢 其实重复性太高了 那怎么办呢 有几个方法 在我们入门班第一阶段有讲到 我如果希望呢 能够做个VBA 当然VBA的方式呢 主要 主要 有两个方法 两个部分 一个是Sub 所谓的Sub 就是副程式 Sub 那这个Sub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呢 直接按一下它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叫标准体重 按一下它 它会自动帮我完成 底下有个清除 可以把这个资料清掉 不过呢 这一种方式之外 可能有的同学 不太习惯用按按钮 比如说他希望说 在这边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可以自动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 制定函数 也就是说我只要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身高 一个是性别 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下这么长一串 那我也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如何把 这个公式变成 简单一点的 按个按钮就完成 那这边的话呢 两种方式呢 都是VBA 那主要的差别就是一个 按下去 它自动就帮你完成 另外一个是需要插入函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之前一个阶段的课程有特别有都有讲过了 所以我大概比较快速的跟各位重点复习一下 一 一样是在开发人员 二 一样是VBA 这个都固定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公式写上去的话 那当然理论上 我先把这些先关掉好了 理论上呢 你进到里面 假设你开启的是 我把另外一个档关起来好了 因为这个是另外这个是已经完成了 我把它跟做的跟各位一样的情况 假设说你第一次开启的话 它一定是没有模组 那所以你第一个 反正无论如何 我在前一个阶段要特别特别强调 一定要注意怎么样 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如果你没有插入一个模组 你没有办法开始做 那个就是所谓的Sub跟Function 那所以一定要记得呢 先在Visual Basic里面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在这个模组里面要做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两个按钮 那两个按钮 就是可能将来在这边出现 也许叫什么